不可思議快手達人 最強推薦 我是來自高雄的小馬 我自己賣螺味 我自己也很愛吃螺味 我是我到台南的眼神 遇到這個男人 他是我健康最快的男人 他的速度超過我們的理解班 我要推薦他參加最強大的男人 請見看看他 是不是能成為台灣最快的男人 機械讓生活更加便利 藉由偉大的發明 社會進步一日千里 但是當企業追求最大利潤 啟用機械化生產線時 人工需求大量減少 造就了這個機械取代人力的時代 但就算如此 還是有人能夠挺身而出 他們能打破人體極限的繁禮 他們就是超乎常人的奇人意識 這位來自台南的李景欣先生 他就是 台灣撥彈最快的男人 台灣撥彈最快的男人 我不會撥彈一十多年 每天都要八百六千顆男人 經驗的女將和家將 最新的結婚 最新的機會讓我連春這輩 八兩首輩的交付 我們先來看看一般人撥彈的速度 又有多快 想不到小小一顆蛋 竟撥了十二秒 自己做鹵蛋的店家 撥得又能夠有多快呢 你覺得有沒有人可以在一秒之內撥彈 一秒之內撥彈 應該也不太可能 應該沒有了吧 究竟達人的撥彈速度有多快呢 說到八人絕對沒有人比我更近了 人畢竟有他的極限 他代表科技的進步 也是效率產能的代名詞 撥彈葉工作機會的終結者 就像跑步一樣 我們人跑得再快 也不可能跑得比車子還要快 跑得再久 也不可能跑得比車子還要久 來 我們這邊請 他就是來自新北市的 台灣最強自動撥彈機 我們這台撥彈機 已經經過十幾年的研發 一個小時可以 撥一萬顆以上 能力是絕對達不到這個速度的 能力是絕對達不到這個速度的 機械不可以像我的相手這樣 因為我們一人 他的大小 所以說機械絕對不能領我的相手 一個人的力量 是絕對不可能比機器還要快的 我剛才的機械 怎麼可能邀給我這相手 我有信心 我們的撥彈機絕對是全台灣最快的 不可能啦 台灣撥彈最快的就是我 這場人類與機器的戰爭 究竟誰 才是撥彈界的台湾 台灣最快的 這算是我們最強大國民裡面 看到的矛盾大對決 超矛盾 人力跟機器的對決 都自稱自己是最強的 不知道人 這個人 他為什麼對彈這麼了解 這是我的理問對不對 對 兩手同時弄 對不對 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對機器會這麼的 為什麼這麼抗拒不讓機器撥彈 我們知道現在的時代已經改變了 科技始終來自人的惰性 一個最會撥彈的人 號稱自己是台灣史上最強 而一個機器 被經過十年的研發 一小時撥一萬歌 我就不知道 來自台南的這一位撥彈達人 他有什麼好應稱的 他想要證明人是可以戰勝機器的 馬上歡迎 來自台南新營的這一位撥彈達人 最強的撥彈達人 李景昕先生 歡迎 哇 有氣勢喔 有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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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生氣喔 不會啦 不會喔 你的撥彈已經撥了聽說20年了 對 你撥那麼多彈那些彈都去哪裡了 全部做滷彈嗎 欸 做滷彈 對 所以你是賣滷彈的 對 我們國內有這麼大的滷彈的需求量 有 你大概一天要弄幾顆蛋出去 一天 差不多2000到3000顆左右 機器一小時撥一萬顆 對 你一直強調你贏得過它 你那個手在那邊揉在那邊捏 畫面拍到說你弄出來的蛋 沒有一顆是破損的 對 那就是 怎麼可能 對啊 那就是我 我能勝出機器的原因 那這樣子假如沒有破損的話 我的成本就降低 對 對 它不能壞 破了不能賣 而且這樣賣相比較好 賣相比較好 對 那機器撥的話 它有蛋殼會給那個表皮 又撥傷 那我本身撥的話就不會 蛋在你的手裡面非常的服貼 對 你可以搞定一切的蛋 對 一顆蛋在我手上的話 那客戶那個還有溫度 蛋 送到客人的手上 它還有溫度 溫度是一種形容詞 是一種很Q很Q的蛋 好形容詞 我知道它的意思是說 因為是人撥 對 所以是有情感的 聽到目前為止感覺如何 邰哥 沒有 它講那個 你說的溫度就是軟Q度 對 你如果說那個 如果是有刨 那就沒算了 有刨就沒算了 沒算了 那必順都沒算了 對 機器他沒辦法做到這樣 你差不多撥2000顆蛋 大概花多少時間 我們夫妻的話 所以你們後來有研究出 撥蛋的訣竅 對 訣竅是什麼 可以跟我們分享嗎 東西啦 叫我早餐到他很工夫 你自己的就很厲害 不好意思 他剛剛說他跟他太太兩個人 一個小時撥2000顆 那這樣還比什麼 人家機器是1萬顆 對耶 但是有回損 對啊 我們他說機器有可能會撥過 機器的確可以處理 他們堅持沒有過 那對不起 那如果機器回損度 可以一個小時回損到8000顆 我還買這個機器看看 應該不會贏 你2000顆人1萬顆耶 我們在跟他說 有一個會撥蛋的機器 他是不服氣的 我們跟機器在說 有一個很會撥蛋的達人 他也不服氣 機器也不服氣 機器也生氣了 對 機器都生氣了 所以他其實彼此不服對方 這真過癮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矛盾大對決 我們的機器本人聽說也來到了現場 機器也會披著紅色的棧袍出來 也是會把它摔下來 歡迎波彈機器去場 這台自動波彈機 歷經15年 耗資200萬打造 波彈達人要小心囉 這就是機器他本人 這個機器 陳芮璋先生是他的設計師 是你設計的嗎 不是 是我老闆 麻煩請你老闆來一下 不好意思 他就是發言人 我是發言人代替他發言的 可是你這個蛋這樣 現在這樣子說 他是會到這邊然後這樣滾滾滾滾滾 我們研究不出來 他在那裡面沒有水 他就這樣子 他不是泡的水比較好撥嗎 因為我們那個李景星的 李大哥的那個波彈達人 他的蛋是泡在水裡面 對 我們也有水 只是是循環的 你要不要一杯熱茶 我聲音從國小就變這樣 剛才已經說過了 他是發言人 對 發言 哪有這麼幽默 你這蛋怎麼出來 對啊 你蛋從哪裡掉出來 這下面是 我們蛋是從前面這邊有一個溜滑梯 然後他溜下來 我說瑞章 他這個怎麼會不破呢 你前面那個蛋 他整個一排一排撈上來對不對 這樣起來 這樣起來 這樣起來對不對 對 然後機鍋這邊是滑下來 都是全部沒有什麼軟的 什麼防撞的設計或什麼 他怎麼會 對啊 他怎麼會不破 然後這個刷子 欸 你摸摸看這個刷子 尼龍刷 對啊 你的蛋還經過他 你的蛋是駝鳥蛋嗎 然後還溜滑梯再滾下來 對 再滾下來不會破 你說的都對 他說的都不會破 我說的都不會破 我說瑞章 你向右看一下 李景星先生 30年了 就是在我們現場 一個相當不服氣的人 他 波旦 他是20年 就靠他那雙手 帶來了多少家庭的幸福 對不對 對 手都長繭了 他手長得繭 比你身帶的繭還要厚 比賽規則 最強大國民待會兒在這一關 我們的真正的世紀大對決 是人與機器的對決 是第一 機器就在這裡 我們的瑞章先生說 這個已經研發了30年的機器 基本上有蛋是不會破的 而這邊 一個小時撥2000顆 也是輕而易舉的 但是 我們節目只有兩個小時 不可能 看你們一個小時都在撥蛋 沒有一個節目 把撥蛋介紹得這麼仔細的 我們只有一分鐘的時間 OK 好 人手是B一聲 就已經開始在操作了 但要從它開始 有沒有 它還有過程 所以機器跟人都是一分鐘 好 看最後是誰贏了誰 完好無缺的才算數 所以看誰播得多 你們認為誰會贏 請問代曆鋼先生 我們今天聽清楚 你是第一位即將回答答案的人 只要壓對了 壓對了 你覺得誰會贏 壓對了 就能拿到 哇 100顆 這100顆你吃了三四個月都沒問題 我吃不完啦 一天吃1顆 100顆你看看吃100天三個多月 開心吧 就我的認定而言 機器會贏 如果李景欣贏了 李大哥 這位來自台南欣贏的鄉親 他如果贏的話 請問 可不可以上我們的新聞龍捲風 可以嗎 當然一定要上的啊 一定要上對不對 一定要上 因為他是達人也是奇人 對啊 值得上你們那個節目 居然可以贏機器耶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你賭機器 來 麻衣 我覺得機器會贏 但是 慢著 好了 製作單位現在馬上做統計 他都說改答案 我希望達人會贏 因為 人的溫度希望可以 贏到 對 贏過機器的速度 人的溫度贏過機器的速度 你看他是重感情的人 他為什麼喜歡在台灣發展 沒有沒有 他說機器會贏 他現在又希望他贏 他到底要怎麼樣 他打蒙古戰欸 所以這個說法太相怨了 因為麻衣說我覺得機器會贏 但是人的溫度我覺得 對 所以麻衣你最後只能選擇 人 達人 達人會贏 OK 剛才這個我聽懂了 他的國語 達人 達人 雞排名 我覺得如果是以一分鐘來說的話 是機器 如果說是15秒可能就是人 那如果 基本上你們用一分鐘來決勝負 應該是機器啦 很漂亮喔 他有他自己的論點喔 所以你認為是機器 好 機器有兩票 831 我們覺得是人 為什麼 我們的論點跟雞排名蠻像的 但是我們相信 好漂亮啦 你們其實場面話也說得蠻好的 而且我相信台南波旦 波旦大王一分鐘之內 一定可以超過機器 賀大哥 做誰 科學老飛翔 科學老飛翔 因為這個機器的東西啊 它搞不好會當機 嗯 搞不好 這個車子有時候發不動對不對 你插頭插得不行馬上能播啊 可是一分鐘就開始可以播啦 好 達人有三票 沈玉琳 再笨都知道是達人會贏 那個機器一個小時一萬多顆嘛 一分鐘大概150顆嘛 一秒鐘大概2至3顆嘛 我們這位大哥一秒鐘也是可以2顆喔 那人的瞬間爆發力是機器比不上的喔 瞬間爆發力 一旦行動以後 李大哥搞悟同一分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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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機器是死的啊 他一直在那邊慢慢跑啊 每個人都想指的是你 啊 啊 不要忽略人的潛力 是 環哥 剛剛沈玉琳說 再笨的都要選人對不對 我真的是那個笨蛋 我跟大家講個故事喔 有時候這個東西也沒有辦法 因為有一隻鴨子啊 跟一隻螃蟹 他們兩個要比賽跑步 那最後 兩個人根本沒有辦法跑啊 一個跑橫的 一個跑直的 最後彩派就說 那裡面兩個乾脆剪刀石頭布好了 最後那個鴨子就說 這樣不公平 因為我都初步 所以機器應該會勝過人 尤其在這個一分當中裡面 剛剛賀大哥講當機 肯定是當機還會重陸 當機還會重陸 那我們現在就 我們現在就講明了 當機不能重陸 那我選人 好 你選機器 4比3 邰哥 我覺得他剛剛考慮到很多的因素 比方說當機的問題 但他沒有考慮到你大哥突然 但是我相信 你現在他的 你的身體很好 那講不完 然後李大哥 你會小心算不算 突然 撥殼會小心 未時到地流 但是我講 我講一點 因為你表現的時間只有一分鐘 對 我覺得這個一分鐘的這個時間 他是可以撐得住的 三分鐘就不見得了 所以 因為三分鐘他就會看那邊 他就會開始喘 你知道嗎 他就會 那個血液會飆太高 搞固酮會分泌太多 又搞固酮 對 所以 所以我覺得一分鐘的情況之下 贏的人是 李先會贏 來 5比3 寶媽最後一位 我一樣 因為我覺得啊 剛剛邰哥有告訴我一個邏輯 他認為用水的方式 可以讓那個蛋殼自然分解 這是碰到水的時候 而且你知道他用一個這麼大的盆 其實他的 你看他李先生他的手掌 超級無敵大 你知道他 他一直這樣子撥 肯定快過機器 而且我這輩子從來沒有看過 人跟機器吵架 第一個就是他 結果統計 評審預測票數為人工6票 機器3票 到底這場人類與機器的對決 究竟誰才是台灣最快呢 計時開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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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 我覺得李先生那邊感覺 怎麼都還沒跳出來 怎麼都還沒跳出來 他真的很快 他一下來是十幾二十顆 他可能還在跳舞 對 他每一顆蛋都可能這樣跳 他怎麼不會破呢 可是這樣撥得乾淨嗎 我存疑耶 我也存疑 你看李先生一大桶已經撥好了 這邊很快 沒有 這邊也很快 真的嗎 掉下來很快啊 你看 下面那一排 哇塞 他一顆一顆 他出來一次四顆出來 四顆出來 李先生沒蛋了 時間是要最後 現場女士們 倒數10秒 9 8 7 6 5 4 3 2 1 時間到 分數 天啊 雙方撥好的彈 都源源不絕地出現 到底這場世紀對決 會是鹿死誰手呢 一位是機器的代表 一位是撥蛋的達人 兩位都來自台灣的一個角落 代表機器的這一方 一共 竟然在一分鐘之內 撥出了 41顆蛋 一點多秒 還有一些因為時間的關係 還沒有流出來 對 他因為他需要一個時間 但還有十幾顆 因為他需要他有蓄力要滾的 問題是 我們的李錦馨 李大哥 李大哥 這位 長得臉超臭的這一位李大哥 號稱 一秒捏兩顆 就這樣 他的蛋在這裡 他撥了幾顆 到底幾顆 哇 他撥了 160顆 恭喜李錦馨獲勝 好多 好感人喔 厲害 有一點響過 因為妳的獲勝 我們必須要提供 我們必須要提供 600顆的蛋 給剛才投給李大哥的朋友 來 哪六位 來 恭喜亞隊寶 恭喜 人力在一分鐘上幕 戰勝了機器 但他能夠因此通過鑑定嗎 到底他會是我們今天的 最強大國民嗎 他入選了嗎 恭喜 全數通過 太棒了 李大哥 恭喜認證通過 有請賀大哥 恭喜你 恭喜好棒喔 給我們頒發我們的認證金牌 來 給我們永遠 歡迎參加 這個節目叫什麼 最強 來... 恭喜波戰達人 最強的波戰達人 值得尊敬 人力戰勝的機器 研究了20年 超過了已經運行30年的機器 真的不容易 對 好棒 那機器的剛才那個瑞章呢 我們的陳瑞章 特別強調 機器就在於他有持久的耐性 是 你讓人工作8小時嗎 不可能 所以呢 他必須在一個小時之內完成工作 否則他跟他老婆有離婚的可能 大哥也是有感覺到自己的那個體內 有在分泌到腦這裡嗎 有 有 你知道什麼叫搞固筒 你知道嗎 一種 一種會刺激腎上腺素分泌出來的地方 對 這搞固筒很厲害 好不好 繼續為波戰繼續貢獻 好棒 謝謝李景星大哥 謝謝 謝謝 恭喜最有溫度的波戰達人 李景星 贏得這場宿命大對決 進入最強名人榜